今天大盘又跌了171点 短短两天 跌了超过250点 指数看起来好像跌破月线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哦 为什么 那到底大盘的火种 多头的火种还在吗 后续应该要如何操作 另外啊 我们今天看到 资金转进了游戏生计类股 大雨之涨停 心向再创新高 这不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暑假旺季来临之前 一定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的股票吗 明天过后 这些股票还能追吗 排名上还有哪些股票值得大家 领先市场提前布局的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今天台股又跌了171点 这好像看起来指数是跌破了月线 但我认为啊 这个跌破月线是 假的啊 难道是 我的眼睛业障重吗 到底是真的跌还是假的跌 为什么我说它 应该是假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啊 这一波大盘今天跌到这个节骨眼 跌到这个位阶啊 很多投资朋友 又开始担心 害怕 觉得要走空了 为什么 我觉得蛮奇怪的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下跌 大家不是都知道 买股票要买便宜 跌下来去买 为什么每次在下跌的时候 大家都在担心 害怕 要走空 大盘短线涨了 差不多2000点 有办法直接就V 到V型反转直接向下 一路向下走空吗 我觉得这个几率 是低的 那我们也不要 凭空去猜测 从昨天开始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析 我说 现在盘面上 有几大利空 我都一一帮大家解析了 发生什么 升息啊 衰退 经济衰退啊 对不对 还有通膨还有战争 大家会发现啊 好像这些利空 慢慢正在解决当中啊 其实你会发现 投资股票就是要领先市场 什么叫领先市场 很多时候 利多真的发布的时候 反而啊 股票都涨到最高点了 今天有一则讯息啊 有一则讯息嘛 就是伪创啊 去买了四星 大家会发现 伪创买了四星之后 理论上 今天应该要大涨 结果两家公司都没涨 统统都没涨 那这怎么回事 难道利多就结束了吗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真正最好的买点 都是在利多出来之前 大家还记得军工吗 军火上来台湾 大家还记得黄仁勋吗 黄仁勋来台湾 就是辉达资信长 来台湾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股票是涨什么股票 是来之前比较好买 还是来之后比较好买 今天我们会一一跟大家做解析 那至于通膨 经济衰退 还有升息战争这些问题啊 那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解析的 很清楚了 升息其实 慢慢慢慢已经到最尾端了嘛 那经济衰退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成长 就是落底之后慢慢向上了 那股票呢 等到真的向上你确定了经济已经开始成长了 通常都高点了 通常都已经到最高点了 通常那个叫做过热 所以买股票一定要买在什么 利多发布之前 那这些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那我们今天直接从技术面来看 大家看到技术面啊 如果我们先从国际股市来看 国际股市的部分以纳斯达克期货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来看 其实它的回档幅度涨了那么多 我们从低点到高点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低点到高点之后呢 你看回档也不过两成 两成都不到 在技术面来讲 这还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修正 美股美跌科技类股维持强势 日本的股市呢 亚洲股市呢 日本股市有狂跌吗 也不过就是一个修正 韩国股市美跌啊 守得稳稳稳的 准备要向上再创新高的味道了 就是因为守住就有机会再创新高了 那既然美国日本韩国都没事 今天中国股市也都是涨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国际股市没有走空 国际股市没有走空 台股怎么可能自己走空啊 台股怎么可能自己走空 除非今天两岸发生战争 个别性的因素 个别的系统性因素 没有啊 通通都没有啊 好所以呢台股怎么可能自己走空 台股还是跟着国际市场做联动的 那今天呢 台股向下跌 这条黄黄的线 这条黄色的线叫做月线 月线看起来叫做跌破了 跌破一点点 跌破一点点 我为什么说它可能不是真的跌破 因为啊我们知道最近进入到一个什么季节 除息的旺季 除息的旺季啊 今天不是有联电除息吗 那未来几天还有很多股票要除息 这些除息以后消失的股价 是进入到什么 投资人的荷包里头 但是它不会反应在我们的指数上面 我们的指数只会凭空消失 凭空消失 也就是说呢 你看一下 6月30号长荣他要除息 长荣除息股息70块 直接影响的点数就是多少 46点 联发科 6月20号你看 除息的点数就是39点 6月20号已经除完了 除完了 那你就说啊 这39点是白白消失的 那再加上台积电之前除完的 红海准备要除的 日月光也是准备要除的 这些除息消失的点数再加进去 今天 真的算跌破月线吗 不太算吧 消失的点数你怎么算 这些消失的点数已经 进入到投资人的荷包里头了 所以股价并没有跌啊 现在就是一个震荡修正而已啊 好那如果你再从技术面来看 一样加权股价指数我们看到 我帮大家画出来就是黄金波段理论 黄金波段理论说 一个多头最多最多只能修正到0.382 只要修正到0.382之前 以内他都叫强势的多头 我们可以看到 0.382在多少 0.382在16,613点 跌到了吗 还没啊 跌到万七 跌破万七大家就觉得很紧张 万七失走了 万七没救了 但是你加上了什么 除息消失的点数实际上没跌破 那如果你不管除息消失的点数 目前来讲 修正幅度从高点到低点 也不过就是两层而已 两层它还是代表一个多头格局 对吧 但是我知道大家还是会非常担心 非常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再从旁边上的肋骨来看 旁边上的肋骨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 多头格局它就是肋骨啊 不断的轮动轮动轮动 这边涨完高位阶的 卖掉换低位阶的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你有一套 很多把人也是一套啊 他们不卖股没有资金去买其他股票 所以他们认为短线没机会了 他们就会 卖掉换股票 那特别是啊 最近其实是中小型类股很好发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很担心 大家很担心的是什么 新台币持续的贬值 新台币贬值代表有一些外资在撤出 那这些外资过去来讲布局的都是什么 都是 全职股 所以全职股最近来讲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外资离开了有一些跑不掉的叫什么 叫内资啊 叫内资啊 那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好像内资股票也不太行 因为法人祭底作仗 就到六月 六月 现在六月27号了 六月27号快要到最后了嘛 那现在下跌的话会加剧这一些基金经理的人这些内资赶快啊 把股票卖掉 卖掉之后 他们至少绩效先拿到 拿到之后 下一个季 他不会被换掉 因为基金今年如果绩效太差 他会被换掉啊 那他趁现在高档赶快把一些有赚钱的股票给卖掉 是合情合理 那合情合理 下一季也就是下个星期了 下星期他们就不用操盘吗 下下个星期他们就不用再买股票吗 还是要买啊 那所以呢趁这个阶段 股市在向下跌 内资在卖股票 这不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买点新的机会吗 那如果你没有资金怎么办 赶快 检释一下你手上股票有哪些 该卖 有哪些要换的有哪些不要换的 好好的检释一下 好我刚讲了嘛 现在旁边上肋股还是健康轮动 你看今天大宇之 涨低 心向有没有再创高 对吧那今天生技类股也表现得不错 台药 也是涨停 那这代表什么 资金持续在轮动 那讲到大宇之的话其实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投资股票 从刚刚到现在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一定要领先市场 你不要等到真的利多发布了以后你再去追追追 我告诉大家 很容易都会追在最高点 游戏类股 我们以前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暑假之前 暑假之前你一定要买进 暑假买进之后 暑假 到了以后 那 看到营收大涨 获利大增 这就是你 卖股票的机会 所以你现在再去追 没有太大的意义 尤其是涨那么多了 不建议大家去追 那除非是还没突破 这样大家懂了吧 好 那在台药的部分呢 今天涨停 今天 可以很证明的一件事情 资金持续的轮动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 盘中我知道今天大跌了171点 很多人都 很担心 所以我知道 你的担心 我在盘中也特别写了一个 LINE的讯息给大家直接送给大家 你看一下我知道你很担心 有没有我直接跟你说 我知道你很担心 你很大跌心大家都很担心 你看担心到讲不出话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呢 担心还是要理性去面对这个股市 毕竟 股市还是要理性去面对 要有贫有据的去面对 你才能成为这个市场上的赢家 你看 我们从哪里 国际股市跟大家分析 从通膨升息到跟大家分析 无二战争我也跟大家分享 类骨健康轮动 我今天就讲游戏类骨生计类骨转强了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空头 旁边上怎么会有类骨族群在转强 所以你看总 去数这4点 我说了 这个大盘 绝对不是一个空头 那既然不是空头 那就是修正 修正不就是给大家进场的 好机会吗 没有错吧 而且你会发现 我跟 其他老师哪里不一样 其他老师每天跟你讲 你看我哪一档股票大涨 我哪一档都要创新高了 我哪一档股票涨了多少赚了多少赶快跟我一起买 没有我们真的还真的跟大家分析 还真的跟大家分析 大家看一下 国际股市 通膨升行 一一跟大家解析 对吧 解析完之后才给大家一个结论 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LINE 真的太可惜了 我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大家最重要的讯息 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直接打 小鼠 GD1788 小鼠 GD1788 另外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真的也不要错过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就可以看到了 那记得看到之后要 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 毕竟 真的跟大家分析股票的节目 真的是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我看一堆老师的节目都是怎样 赶快跟我买 赶快跟我买下一档 哪一档股票要大涨了 一直在讲 涨停我多久以前跟你讲的 半年前的跟你讲 对不对 一年前的跟你讲 那你干脆跟我讲08年好了啦 08年你闭着眼睛随便买 都赚了 那还用你讲 不用你讲了啦 最近一个月以上的都太久了啦 好那再来呢我知道大家很担心我今天 在发讯息的时候 我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空头 因为我早上在发讯息的时候我就看到 道雄指数 还是在涨的 其实纳斯达克指数 大家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也是收红的 那所以呢 我直接实战给大家看 我直接实战 我今天的实战当冲又再天一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 11点43 大家在最悲观我正在写文的时候 我就边写边 边发讯 叫我的 期货会员进场买进 16740进场买进 今天 下午3点19分 16760出场 获利20点当冲再天一胜 4连胜 4连胜 我上次是25连胜 上上次 17连胜 这都注意证明我们对大盘的敏感度 有多高 很多老师都是跟你讲讲讲讲的 我们呢 直接实战给你看 你看1连胜 1连胜 2连胜 3连胜 4连胜 我没有讲不代表我没有做 最近因为股票太多 讲太多 真的没时间讲太多 这些 就是 期货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知道大家比较悲观 所以我用 实战操作来跟大家证明 现在台股 还是一个多头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还是做多啊 我做多还是赚钱啊 买进 买进 卖出 买进卖出不是做多赚钱吗 实际印证 全台湾有哪个老师 能指数 实战给你看 而且 还持续连胜连胜再连胜 上次25连胜 上上次17连胜 这个波段赚超过了1300点 全台湾唯一啊 可以去比较一下 全台湾只有我做实战的 其他都是讲讲的 再呢 股票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你看这字卡做了很久 好久啊 老师你每次讲一样的东西 但是 你会发现 投资股票的 观念 关键 就是这一些 借条追高 借条追高 你就可以迈向赢家的第一步 不要过度去追高 那你今天会问我 老师你昨天讲的广民啊 广民今天大跌啊 顶天也大跌啊 那我会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昨天请进场 没有嘛 上星期进场 还是在相对低点 还是在相对低点 你都可以买得到 顶天也是一样 上个星期进场是不是都相对低点 今天即使是大跌跌停 你在跌停之前卖掉 你都是赚钱 对吧 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投资股票不要过度去追高 你要买股票 买在什么 突破之前 买在突破之前 这是不是突破之前买进 你不要买在突破之后 突破之前买进 你就可以赚在突破之后 譬如说我们的银帮讲很久 讲很久 讲很久 我们那时候在进场的时候 没人鸟我 那时候在进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开高走低 爆大量 KT指标 死亡交叉 没救 那我们就是买在 突破前高之前 前高是不是 225 25 我们这边200块买 175买 180买 这边都可以很轻松的让你 随便 随便要买多少 就买多少 买完布局完之后 一波向上即使开高走低 你也不用害怕 因为呢 他就是震荡而已 因为你了解他的题材 你了解他的基本面 他就一路不断的向上走高 一路走高 即使没有每天的涨停板 但有的时候我还不喜欢涨停板 比如说你会发现人家涨停板的股票 很容易被 狙击 人家看你涨太多不顺 就去空他 空一空以后 就震荡了 那可是没有涨停板的股票反而很好做 你会发现 他就顺顺的一路不断的涨上去 顺顺的一路的不断的涨上去 大涨 特涨 这个波段就涨了多少 91% 这个波段就涨了91% 那即使涨了91% 即使这两天下跌修正 坦白说就算没有出掉 没有出掉也没在怕的 因为怎么样都是赚 闭着眼睛赚 跌下来卖也是赚 这就是我强调的 投资股票 一定要买在 突破之前 买在突破之前你记得震荡下跌你会害怕吗 不会吧 不会吧 多赚少赚我用获利 让子弹去飞 后续再涨起来我赚更多我闭着眼睛先不看我QK可以吧 QK好轻松 获利报老赚钱好轻松 证明 5月24号 买进 5月31号买进 有没有看到 6月7号 买进一直买 有没有追在高点 没有都没有追在高点 在我们之前讲的N31也是一样 第一点 突破之前进场买 600多块进场你都可以买得很轻松 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对不对 而且不用涨停在那边追不到好辛苦啊 一波向上你看到今天为止震荡 啊是有差你 没差600块都涨到900多块 跌破900块也都是赚 这就是我一直一直在强调的 买在突破之前你不要追在高点追在高点 你追在高点你追在1000块 你追在900块 你今天 当然担心了 你今天当然担心了 因为你追高 你追在900块今天你就很害怕 你追在1000块你今天又更害怕了 我这样讲没有错 对不对 好所以呢 投资股票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你不要去贪快 有些时候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这样了解意思吧 那像创意也是一样 今天震荡下跌 也是一样啊 你只要低档布局的 到现在为止全部都是赚 再来伪创是有跌呢 没跌啊 好那这几天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红海大家会发现喔 我红海什么时候讲的 102 5月15号我确诊的时候送给大家的 我确诊送给大家 我那时候说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 很害怕 没关系 红海你就给他 买下去 因为呢 红海他基本面很好 对不对 然后题材也有 什么题材 他也是伺服器代工大厂 全台湾伺服器 市占率最高 那下半年又有布局什么 低轨道卫星 又有车用 车用低轨道卫星什么都有 再加上下半年有什么 iPhone 新的iPhone15代 即将 进入 拉货期 既然都已经到拉货期了 这种股票 你还会害怕吗 你会 你会 你会怕他不涨 你会害怕他怎么样 都不动 讲了红海 你就觉得 好牛 不要跟我讲红海 我想要今天 今天买进明天就会涨停的 我想要今天买进明天就会涨停 再涨停的 看到鬼 有这种股票吗 没有这种股票啦 好不好 你看一下你只要静静的买红海 102你这边可以买得很轻松 买得很快乐 轻轻松松的买进 抱着抱着就赚钱 到今天震荡你也不用怕 因为呢 这样子赚也差不多有10% 这样子赚也有10%了 理由我也都跟大家分享过好久了 你看伺服器代工最大 43% 营收持续向上 损益表话 我们可以看到 营业利率还是维持稳定的向上 去年都赚10块 前年也差不多要赚10块 现在股价只有多少 114块 10块钱 11倍本益比 有够低了 再怎么害怕也买这种股票吧 可以帮你赚钱 毕竟现在通膨那么高 通膨那么高 对不对 很多 你用便当 以前我们便当才 100块以内 80块就可以吃到鸡腿便当 现在 我看没有130没有150 吃不到一个鸡腿便当 没错吧 好所以呢 投资股票还是很重要的 趁这波下跌的机会买一些好股票吧 你会发现我们跟大家讲的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都是看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都跟你解释的一清二楚 红海 技术面 打底很久了 产业面的部分 不就是车用 低轨道卫星 又有iPhone新机 伺服器代工 它也是市占率最高 基本面 营收获利都跟你分享 这就是我所谓的 密面俱到 有哪一个老师能讲得这么清楚 然后呢 你 不听我讲 你有喜欢去 听人家讲最高的股票 比如说像云品 云品啊 今天 还在讲云品的老师都是讲 我出了 我出在130块了 我出在相对的最高点了 真的有可能吗 假的 眼睛业障重 眼睛业障重 这个转弱的速度 之快了 连续蹦蹦蹦 你出在哪 你出在哪 对不对 这根本就出不掉 那重点还是在哪里 不要去追高 那我不是说他不能买 但如果你不要去追高的话 你买在这边相对的低点 你买在这边相对的低点 这边下跌的时候你还来了急跑 但是如果你买在这边相对的高点 你这边下跌你买在130 你买在120 20附近 一跌 赔10%你出不去 跌20%更出不去 跌30% 怎么办 我决定跟他 相爱一辈子 是吧 一直一直 谈恋爱谈下去 那如果你是买在低点 买在 100块以下 一根下跌这一根下跌的时候你至少还赚个5%10% 跑得掉吧 跑得掉吧 这就是我讲的 不要 不要去追高 你追高买在120块现在跌下来只有94块你跑得掉 反过来 如果说你是不用追高的你没有去追高你买在相对的低点买在90块附近 现在 甚至还是赚钱 那你要跑就跑啊 资金如果看到他不会涨我们赶快算说没赚到 你还可以赶快调到其他地方去 那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 要我去选观光类股 我宁愿买长荣 为什么因为相对的低啊 低啊 不用去追高啊 我们讲很久了 相信 有人一直在追踪我们节目的都知道 长荣讲很久了 我说这边低点这边低点 那反弹 我当然说反弹如果弹不上去 还是要换股 但是如果在这边相对的低点已经跌了那么久他都不跌的话 那当然啦如果你只是想赚一个小波段这就是很好的机会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买在突破之前 就可以赚在突破之后 那至于旁边上还有哪些股票可以留意的 今天生技类股比较强 那我们还是讲一下生技 生技类股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去买因为毕竟 生技类股有个好处 就什么你会发现 他好像几乎都是跟大盘反着走 如果你很担心 大盘会持续往下跌 生技类股就是一个避险的好地方 因为过去来讲我的经验都是 指数在往下跌的时候生技类股都可以逆势向上 那如果要我选生技类股会比较喜欢老人 就是应该做年长者 的市场 就比如说像科研的部分 做玻尿酸的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好久了 科研的部分你不要看他倒倒了土倒倒了土还是持续的向上 玻尿酸的 用在很多地方 又在美容 又在膝关节 都可以用得到 美食的部分有新药要上市 对不对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手术300块之后就向上了 这种股票都值得留意 但是我还是说过我比较喜欢稳定一点的 比如说像这一档我也讲过很久了 这样很有机会向上 这样做什么的之前我讲过了 有持续追踪我们节目的都应该猜得到这时候 洗剩的 做洗剩的你会发现做洗剩的很好 营收持续向上 美股盈余 EPS也是持续不断的向上跌高 这种股票当然值得大家持续留意啊 你看毛利率营业利益率 也是 非常的强势 所以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你就可以赚 在利多发生之后 比如说哪个 比如说 大家还记得 军工吗 军工类估有25家军火商要来台湾 这 在当时 是你临时知道的消息吗 绝对不是吧 5月1号到5月5号 其实军火商要来台湾你 4月就可以知道了 你4月就可以知道他们这种排行程绝对不会是 我今天要来 昨天才跟你讲吧 不会吧 早就先知道了 早就知道5月1号到5月5号 所以呢 你在一个月前提前布局 要买什么 军工啊 所以你会发现啊军工相关类估在那一波都涨很凶 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他们走了 涨到他们走了就见高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雷虎嘛 雷虎是最具代表性的 军工 军火商来台湾之前 大涨 来台湾之后就 就开始跌了 从80块一路跌到最低 65块 可是如果你是买在之前提前市场的布局的话 你可以买在60块 你可以赚在多少 赚在 80块 这一波向上即使震荡一下 赶快出场 你还是赚 你还是赚 薄一也是一样 军火商来台之前 你可以买在很低点 然后呢 大概40块左右进场 你就可以赚在 多少 65块 最高65块 好啦 巨头巨尾 我不要说你赚到65块 60块可以吧 40块赚到60块也够你赚 40到60多赚20块等于是50% 这是50%的获利 50%的获利 有没有 那你说军火商来台你不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在 提前 布局呢 合成也是一样 合成也是 军火商来台之前 4月份一路大涨 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军火商走了以后就开始大跌 从哪里 从17块左右 17.5一路涨到多少 涨到30 快要两倍 快要两倍 多强势啊 那军火商走了以后 就开始下跌了 再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 黄仁勋来台湾 黄仁勋来台湾什么时候参加电脑展 电脑展什么时候 5月底6月初参展 你会发现 黄仁勋来台湾 你看一下黄仁勋来台湾 来台湾之前 如果你提前布局向季家的部分 你可以在125块 买进130块买进 一路大涨 到250块 那你偏偏喜欢他来了以后 确定AI的行情之后 你再追在250块 今天又开始紧张了 今天又开始紧张了 广达也是一样 黄仁勋来台之前是一个很好进场的机会 你偏偏要等到人都走了 你再进场去追 当然呢 你会压力比较大 如果你在黄仁勋来台之前 大概100出头去买 你可以买在120块 你买在120块 连广达这种大牛股 都可以帮你赚到150块 你不用去追高 你完全不用担心 台积电也是一样 你看人走了就开始向下跌了 人走了就开始向下跌了 是不是一再的证明 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投资股票就要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你就可以赚在利多发生之后 很多利多发生之后 股票都见高点了 无论你从军工 军工雷虎 那有40-50%的获利 也是 你要在军火商来台之前买 宝衣 50%获利也是一样 军火商来台之前买 合成 50%获利 甚至是两倍的获利 军火商来台之前买 黄仁勋 来台湾之前 你先进场 连技嘉你都可以赚到 快要 80%的获利 150块 130块 都可以让你很轻松的买进 赚到多少 250块 广达大牛股都会飞天 台积电大牛股也是大涨了一波 都是黄仁勋来台之前 来台之后就怎样 没力 有气 无力 向下跌 所以这一波你会发现 7月中 7月中AMD AMD的总裁 苏之峰也是 台湾一那 台南人 4岁离开台湾 现在AMD是 灰达的最大竞争对手 也是发展AI的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竟然来台湾了 就会带动AI相关的股票向上涨 那 不把握这一波 不把握这一波法人卖股 造成股市往下跌的机会 进场买进吗 成功绝对是可以复制的 过去军火商来台湾 带动军工类股大涨 回答执行长 黄成勋来台湾 带动AI类股大涨 现在 苏之峰 AMD的苏之峰要来台湾 你说相关类股不会再次大涨30% 50%吗 如果你错过了银帮 大涨超过90% 你又错过了N31 大涨超过60% 你又错过了伪创 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一次 AMD苏之峰来台湾 最好的进场机会 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你就可以赚在利多发生之后 想要一起布局 这一波AI的大主流 可以透过下面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接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利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 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 开启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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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证券 投资 零八零零 六六 八零八五 本公司 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 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